另外在同样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 冬天的到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俄军最近加大力度攻击乌克兰的发电设施 试图在严寒的冬季切断对乌克兰人的供暖用电 借此来打击士气 在极端的情况之下 乌克兰境内是掀起了蓄能备战潮 百姓和业者是纷纷安装了全新的发电设备 只希望能够独立的获得能源熬过这个寒冬 自去年冬季以来 俄罗斯的袭击已经摧毁乌克兰一半的能源设施 在首都基辅每天停电八小时是很常见的事 为了能在寒冷的冬天依然有电使用 基辅居民绞尽脑汁 安装各种新的发电设备 希望能独立获取能源 太阳能发电就是办法之一 在基辅一座16层楼的公寓楼顶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的太阳能板 他们能够帮助大约1000户乌克兰家庭 度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峻的冬天 2022年车有了新的发电源 新的发电源 既然活动了 只要是在暗灵里面 22年车是我们经历证这因此 我们经历证为他在工作上 也要是在工作上 如果全都不不土地 广播放到灵里面 基辅主要的民营能源供应商 亚斯诺首席执行员科瓦廉科说 整体而言 乌克兰的能源独立有趋于稳定的迹象 也就是小到普通市民 大到企业需求不断增长 有分析员指出 乌克兰的能源独立对策 是向西边邻国进口更多电力 采购发电机和替代能源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电池和小型燃气轮机发电机 目前为350多万用户 和10万家企业供应电力和天然气的亚斯诺 主要提供太阳能电池板 蓄电池和逆变器 这有关系的电池和电池和电池 这些电池和电池和电池和电池 而是它们的,当它们有没有 说,使用来说,非常大 我们每天都变购了 很多人,他们做了这些研究 我认为,如果说到这些研究 我认为,我们设计在这些研究 我们设计在8MW 我认为,在明年年以致的 我们的研究竟 因为B2B-研究竟 由于俄罗斯炮火摧毁了乌克兰所有火力和水力发电厂 导致乌克兰越来越依赖核能发电 不过这种做法也造成平衡电网的电量变得困难 尤其是在离售用电需求激增的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段 每次俄罗斯发动袭击后 乌克兰政府能源公司工程师和合作伙伴都会竭尽全力修复或重建 不过冬天可能会令情况更加复杂